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记载里的商屋未必说的是同一个商屋 比如刚刚讲过屋是商的旧名字 但气人的是商的附近确实还有一个屋地 从商到屋的通道就是唐朝很有名的商屋古道 而更加添乱的是商屋古道还有一个广义上的含义 路线可以延伸到长安 学过唐诗武诗讲的同学可能还记得我讲温廷云的一首《商山早行》 诗句里的《鸡声毛电乐》《人计板桥双》 说的就是商屋古道的景象 当时我有讲到商山早行之路之所以格外伤感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这个原因呀 后世的人很难读得出来 但唐朝的读书人就会格外敏感 因为温廷云走的这条路呢 就是著名的商屋古道 连接着长安和江淮 是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 唐代的东南世子到长安赶考 总要从这条路奔波北上 如果不幸落榜 又要从这条路返回家乡 在这呢 我特别希望你能跟着我的课程 把历史地理诗歌哲学 这些原本并不分家的东西 重新串联起来 抛开今天的知识边界 用古代知识分子的浑然眼光 来重新感受这个世界 商阳授封的商屋十五亿 以商议为中心 它的大致地点 在今天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如果你去过这里呀 应该会注意到 当地呢 有一个市政广场 名字就叫商阳广场 广场上有几座 秦国风格的建筑 还有一座高大的商阳雕像 雕像的左手抱着一卷竹简 应该是新晋班部的法令 右手指点山河 再看表情 显得非常凝重 沿着商阳雕像手指的方向望去 美丽的丹江 就在脚下不远处流淌 丹江 古称丹水 从西北流向东南 如果在地图上看 很像是一条四十五度角的斜线 在商阳生活的时代 如果从商屋沿着丹水顺流而下 很快呢 就会来到五官 秦国军队一出五官 就能去收拾南方的楚国 所以发展商屋 恶守五官 就等于掐住了楚国的脖子 这就能建出商屋之地的战略意义 资质通界没有记载的事 就在商阳刚刚受封之后 秦国马上就向南用兵攻打楚国 不难想见的是 楚国对商屋之地满怀际予 更何况这片土地原本就是楚国的 若干年后 秦国的新任总理张仪比商阳更会耍流氓 承诺把商屋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 但求楚国和齐国断交 这番话呢 把楚怀王骗得团团转 赔了夫人又折备 就在商阳受封商屋十五亿的当年 资质通界简略交代了另外两件事 一是齐国和赵国攻打魏国 这真是抢导众人推啊 二呢 是楚宣王过世 儿子楚威王雄商继位 楚国的政权交接 值得展开谈谈 我们先看一下资质通界的原文 楚宣王轰 紫威王商利 楚威王的名字叫商 和商屋十五亿的商 是同一个商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楚国啊 有一个很奇怪的风俗 新上任的国君 会给自己改名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这个现象真实存在 但原因呢 不得二知 如果参照秦汉以后的历史 会发现新军改名 并不稀奇 最常见的理由呢 是为了让老百姓方便避讳 比如汉平帝 本名呢 叫刘姬子 博起的姬 儿子的子 两个字呢 都是常用字 很难避讳 所以他在继位之后 改名刘看 看是一个相当生僻的字 写法是行走的行 中间呢 插入一个干部的干 你可能不理解 难道就不能一开始 就用生僻字 给储君取名吗 当然可以 但历史上 有很多情况 都是非正常继位 登上皇位的人 原本呢 并没有继承资格 要么有政变背景 要么是过季来的 汉平帝的情况 就属于有政变背景 很快啊 王莽就要篡位了 而在司马光的时代 经常有皇帝 生不出孩子 要从旁之过季的事情 从北宋到南宋 这种事啊 实在是太频繁 以至于形成了一套 很复杂的流程 从封观 封学到改名 这等好几遍 推想这背后的用心 应该是想把一步登天 拆解成逐步升级 让储君呢 可以一步步完成 对自己身份变化的 认知升级 免得幸福来得太陡 反而呢 心态失衡 如果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么楚国国君的改名现象 大约啊 也只能处于这一类的缘故 在楚国国君可靠的 改名记录里边 确实有好几位国君 都是篡位上台的 至于其他可能的情况 就不太明朗了 假如新一任的楚王 真是因为改了名字 才叫雄商的 那么这个商和商鞅的商 就未必因为巧合才相同了 商屋十五亿 原本就是楚国的地盘 当代考古学家 在这片地方呢 发现了大量的楚国文物 根据史记的记载 秦国在秦孝公十一年 承商塞 在商议修筑城墙 这就意味着 最迟就是在这一年里 商议落进了秦国手里 楚国人就这样失去了 祖祖辈辈生活过的 丹水上游地区 于是新时代的墓葬里 开始出现秦国的器物了 商屋之地的沦陷 对于楚人来说 是一件既很恼火 又很屈辱的事情 恼火在于 从此被秦国扼住了咽喉 屈辱在于 那么多祖先墓葬 被秦人踩在脚下 所以楚威王 如果在即位之初 改名为商 也许是想表明自己 将要收复商屋之地的决心吧 当然 这个呢 都只是推测 并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 楚威王即位之后 确实要有一番 历经图治的作为 他得到了威字作为嗜好 这还算有几分实至名归 不同于周威猎王的那个威字 就在楚威王 接替楚宣王的档口 这些年一直威风八面的秦国 也要发生权力交替了 秦孝公即将去世 商鞅的人生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些变故 我们下一讲